最近一秘上各种的格格公主王女帝基纷纷粉末登场成为各种浪漫爱情公主的主角 但对于他们的身份称呼却有一个共同的前辈郡主 郡主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对皇族女性的封号 最早叫郡公主始于东汉经过时代的变化 郡主有帝女皇太子之女王女皇帝庶女亲王女等不同身份 直到唐朝郡主才成为特定的封号为皇太子之女 到了宋代宋徽宗为了增加点文艺赞改郡主为宗姬 不过赤丰的非宗式之女人称之为郡主 后来明代又将郡主改了回来担至皇太子亲王之女 不过大清入关后为了彰显自己的与众不同 又将郡主的称呼改为了和硕哥哥 时代的对象人是亲王之女 所以各位现在知道了吧 郡主和公主哥哥一样都是皇亲国戚哦